我们一般传统的密度板 然后那个由大局分切完之后 如果要开槽四个角材 我们要进行先磨切 然后现在呢 经过这台割线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免磨切 现在大家我给它示范一下子 密度板从这里翻过去 第一道割线 然后进行到第二道割线 然后割完线之后呢 我们密度板的四个角材 就会有线 如果有这个线之后呢 我们开槽会好开一点 然后我们到开槽工业来 开槽呢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开槽 第一道 看到没有 第一道开槽完成 然后再开第二道 你看 我们的一个密度板的盒子 就这样开 我们的一个密度板的